牠叫Oas 叫人宅 牠叫雪茄 其實蠻熱的 這陰的地方可以稍微再多一點 像這種太陽很大的時候 人跟狗會比較沒有地方多 大家會擠在一個 比較陰涼的地方 然後這個狗狗 會吵架打架的機會就相對很高 希望啦 可能有陰水機 對或是忘記帶水的時候 然後有些狗狗也是沒有像這樣有水龍頭的 狗狗在這裡玩啊 經常會挖洞 這個環境的維護啊 其實是很重要的 我們家附近雖然是有寵物公園 可是牠就是很多土 如果剛下過雨的話 是比較不適合狗狗的 都是土的情況下 其實主人看到應該都不太想帶過去 因為很怕狗弄髒 寵物公車的班次也是蠻少的 所以也只有週末 那公車的話 如果換一次稍微多一點點 然後更多的宣傳 我覺得大家會覺得這城市更友善 給妳的理念 牠應該會希望可以更慘愛 我當市長會將台北市打造成寵物與市民共好的健康城市 讓動物與人之間的互動產生友善的循環 台北市更要與國際潮流接軌 邁向一體健康one health城市 台北市有超過12萬隻寵物狗 卻只有17座狗公園 其中11座狗公園的遮蔭不足 飲水設施也不足 想要帶狗狗出門容易熱到中暑 寵物就是我們的家人 打造健康樂活共好的環境 是我們的責任 未來我會積極聽取地方意見 全面升級狗公園品質 在公園內應地置疑 提供遮蔭、安裝飲水設備 讓市民和毛小孩有更好的修氣品質 我還要打造全台第一個公部門寵物活水樂園 也要加開寵物公車班次 讓家人們可以共同留下美好的回憶 新建中的動物收容所 我們會加強管理 強化與市民的連結 也會強化收容所的醫療水準 將收容所提升成優質的生命教育園區 配合親子共學與推廣活動 讓生命教育向下扎根 讓台灣能夠成為亞洲的楷模 我是陳時中 一起把事做好 台北更好 台灣更好 中文字幕提供